你什么都听那女子的是吗 你算什么男子 你啊 我 家主 夫人 商会各家的货车已经如约通行了 那些商骨也没有再去王府示威 好 知道了 味道如何 色味俱佳 夫君 一会儿你再教我练几个字吧 好啊 今日就写运轴帷幄 那我去拿笔墨 姓柳娜 你给爷出来 姓柳娜 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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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李妈妈 李妈妈 柳棉堂做那些阿子事 什么人啊 柳棉堂做那些阿子事 什么人啊 柳棉堂 是贺家二郎君 来者不善哪 现在你这么做头乌龟啊 看来 出来啊 你 是那妇人的郎君是吧 姓柳娜 何事 你呀 心是真大呀 她一个妇人平日里不在家 相夫教子 每日抛头露面 你也不管我呢 我相信我的夫人啊 我听说你是个下棋的 想来 是把所有的事情 都想得太过圆满了 也难怪 历练少了 你知道她柳棉堂平日里 都跟什么人打交道 你又知道她是用什么手段 拿下了那块宝地 她每日应对的 是阿扎的商会 她能走到今日这一步 靠的是她自己的眼光和决心 眼光 笑话 我们这么些商会 东家都办不成的事 她一个处处忙碌的小女子 她就能办成了 可是这个小女子 比你们这些男子要强啊 我不跟你多费口舌 你把那心里就叫出来 我有话问她 你 锁我 你 你松开 你若再敢 对我的夫人口出狂言 你这条胳膊 恐怕就跟你无缘了 你 好啊 你 你什么都听得女子的是吗 你算什么男子 你啊 我 我夫君正直善良 护持家人 比起你这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只知道对弱者 对女子叫嚣耍狠之人 她才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好 好 你 等着 都给我等着 打开 李妈妈 给她打开 把门擦一擦 别开了 别开了 算了 算了 挺准的 走了 走了